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定能一击得手击破唐军 但靠狼尸不行 阿隋 你也去 即刻调集兵马 夜袭唐英 我倒要看看 这唐军到底有多了不起 是 诚哥这时候应该已经回到英诗了吧 特杰 特杰 苏医社 你怎么在 我把事情给绊砸了 诚哥怎么了 他倒没事 主要是我不小心中了他的肩脊 才走了半日不到 就中了他的圈套 让他给跑了 是 怕了 苏医生 你先下去休整 随我出寨 是 如果你做了什么对大唐不利的事 我不会原谅你 阿世乐孙 别逼我有诏一日 我现在 与你兵容相相命 什么人 永宁郡主 反方 小龙虚 我们把其中间的地区 在圆祸 需要 将 Waiting 陛下 方毅 你下去吧 是 好毒传来的消息是 你在草原被处死 所以我现在活着站在你面前 你很失望 自你从长安出套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地 寻找你的下落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二叔要多担心你 担心我在外面兴风作浪 阻碍你坐稳龙爷 所以想要找到我 除这儿后快是吗 我是曾担心过 怕你会做出优算大堂的事情 我日日都在等着 你被找到的消息 可又害怕 等来的是不幸的消息 浩渡传讯回京 说你为解朔州之威 以身相训 你知道我 在那里属于 虽然是 你得要 你得要 你对 他什么 在哪里 你得要 乎你得要 你得要 你又知道多少 得知朔州沦陷 得知你与公孙行的牺牲 你知道我夜夜辗转难眠 那你为何要放弃朔州 为何 我从未放弃过 达党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子民 只是朔州孤险在边境 并待二州沦陷 朔州失守的消息 一直没有能传出来 等我知道的时候 为时已晚 你若提早知道朔州被围 你也不会亲近兵力来源 毕竟朔州在你眼里看来 不过是个可有可恶的边境之地 你说得没错 即使我知道朔州被围 我也无法调太多兵力 欠去援救 你还是如此地冷血无情 我曾教导过你 强弱攻守之力 你可还记得 强力不如人的时候 就只能折伏图存 如今大唐出力 兵力空虚至极 严厉 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分兵数路四夭边境 待我顾此施彼 他便可承虚而入 我虽未上当 没想到天结军 在荆州叛乱兵败 被他钻了空子 你在跟我瞎说些什么 如今唐军数倍于阿诗勒军 占尽了尚风 你跟我谈什么蛰伏图村 子不坏 这两边的兵力差距 为何如此之大 长安所生的兵马 只有四万余人 小江 如今已被瘫暴在渭水一线 后面那一望无际的军营 都是空的 根本没有什么长安城 可以依靠 大军是假的 倪众凌瓜也是假的 你再唱控成记 目前看来 阿什勒布 暂时被唬住了 你疯了